嗨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要安裝分享的車種別呢 比較特殊 今天要安裝的車種呢 是福士的Penton Penton的這台車 今天安裝的CC數是3.2 然後是四輪驅動 V6 3.2引擎 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台車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CC數 包含有W12缸的 12缸的6000cc的引擎 就是跟那個 兵力的GT 都是共用一個底盤跟引擎 還有Audi的A8 代號是D3 大概02到08年左右的 都是同一個共用底盤 然後引擎都是共用的車款 那今天要安裝的公時 已經從早上9點多施工到現在 因為他要把它原先 氣壓的懸吊系統做廢除 廢除之後呢 才有辦法安裝上那個KT 彈簧加避震器的形式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 也已經安裝好一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來拆下來的 原來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原來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 前面原來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的跟賓4S系列的結構呢 不太一樣 它是直接把氣囊的那個除氣結構呢 跟避震器做成一體的 這個是後面的氣壓桶 氣壓桶的話 是背在左後的葉子板裡面 這個是原廠的氣壓懸吊系統 那原廠的氣壓懸吊系統 它的價格啊 造價真的算是不肥的 算很昂貴 所以很多呢 都是目前已經有交換件了 可是修理起來的費用還是比較貴 所以 它的本體那個氣壓的壽命 其實也比較有限 所以 在壞掉之後呢 很多都會選擇把它改成那個 彈簧式的 就傳統結構 改成傳統式的啊 第一個在維修上的話呢 也比較簡單 然後 如果是以後有損壞的時候的 費用呢 也會低很多了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就不用再做一整支的交換件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原廠的四支避震器 造價格 超過二十萬 但現在有交換件的話 應該也有辦法控制在十來萬左右 可是價格還是貴 壽命還是短 那功能性又沒有KT的好 所以 KT的避震器選擇 也是可以列入啊 相關車系的參考 那今天 後面的彈簧呢 是配置兩百二十三八公斤 這是雙A的懸吊系統 那是後面還有轉動軸呢 這個是後面是四輪驅動的那個版本 雙A的懸吊 這裡其實都可以看到原廠的一些感應的吊架 來 這個就是CIA的感應吊架 四個輪胎 四支懸吊呢 都分別有那個感應吊架 哈囉文綺好 文綺五安 這個是前面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他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懸吊系統呢 原廠已經拆除了 這是原廠的上座 這是我們改裝的那個避震器 那前面吼還沒有裝回去啦 因為前面還沒裝的原因是因為啊 這一顆鐵套吼 有一顆好像壞掉了 所以我們還在等那個零件 這個這個鐵套呢是正常的吼 但是這個鐵套呢 已經整個都已經脫離了 所以目前在等這個鐵套的零件 到了時候 等一下做更換之後 才有辦法把它裝回去 所以這個鐵套呢 可以只有逼這個鐵套 這個有原廠 還有附廠的鳥牌 也都有做 我們也有附一個 這個藍色的 就是我們所附的上座 都有附 那阻尼的調整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這是阻尼的調整 後面的阻尼調整齁 那就比較麻煩 因為他後面的上座啊 是沒有穿孔的 所以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就要卸下來 這一台會車會比較麻煩一些 他阻尼調整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 後面是不用拆內裝 因為他從下方呢 就有辦法鎖附三顆螺絲 再從側面的地方可以看到 這個面呢 是有做平貼的 這個面是有做平貼的 等一下 讓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面呢 它的螺絲孔 其實有一個定位孔 定位孔沒有做出來 它的上座的面呢 就沒有辦法做平貼 我們再把鏡頭啊 來看一下 他原廠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 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凹槽 所以這個凹槽呢 一定要做出來 它的螺絲呢 才有辦法做平整 剛剛做那個上座呢 才會跟原廠做平貼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上座呢 特別要留意的地方 好 我們再來移到那個 前面的懸吊 前面懸吊 因為右邊沒有 右邊的那個三角下鐵套啊 狀況還很OK 所以 右前的話已經裝回去了 這個是雙A的懸吊 鏡頭拉遠一點 這是雙A的懸吊 那這個是前面的下座 前面的上座在這裡 這個是他原廠的那個感應吊架 水平感應吊架 上座在這個地方 這裡其實都在很多的插頭 這個都是原廠 氣壓原來的懸吊啊 所使用的一些插頭啊 這顆是3.2V6的引擎 這油壓頂桿啊 液壓的頂桿已經壞掉了 所以不得已用這個稍微頂一下 原廠的頂桿好像壞掉了 這個是前面的前面 前面這裡本來有一塊飾板 那飾板的話這裡有一個進氣孔 飾板需要拆除之後呢 這個拆也蠻方便的 稍微拉上來就可以塞 所以阻尼前面阻尼調整就比較方便 在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就可以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在這裡 這一台之前有 我們KT的那個粉絲團裡面 有分享過的另外一台噴噴 它是安霜的引擎 我記得是3.0的柴油引擎 那這一顆是3.2的汽油引擎 哈囉小豬你好 小豬你好 小豬的那個煞車都還沒有幫你用到進度 等一下滿晚再幫你查一下那個煞車的進度 這是前面的懸吊噴噴 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這一台呢 我們其實有刻意 刻意在把行程 把它上下做動的行程把它拉長 現在的話呢 大概有辦法跑到15公分左右的行程 那彈簧是配置200長14公斤 這是噴噴的前面 那如果是呃 呃 配置6000cc的W12的引擎呢 就會把公斤數拉到16公斤左右才比較適合 這個是呃 前面 Penton 的 退出的原廠的那個氣壓懸吊 因為3.2的引擎重量跟 6000cc的W12齁 前面已經重量差滿多的 所以我們會把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因為W12的引擎 再稍微再加重 A8的話我就忘記有沒有用那一顆引擎 要查一下 所以這一個呢 呃 這一個 車款的避震懸吊系統 有 一共有 VH的好多的車系呢 都是共用這個的底盤 啊 左前還不好了 左前還在整這顆鐵套 所以還沒抓回去 這個鐵套齁 其實我有常常遇過啊 Audi的A4 B8的還有 就同一個底盤 B8的還有A5的B8 這鐵套其實都還蠻容易會壞掉 那這台車壞掉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里程數累積的也蠻多了 好像二十幾萬公里 之前應該不曉得有沒有換過啊 所以這個鐵套損壞算還蠻正常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還在等鐵套 所以還沒有把它裝回去 貴松謝謝還幫我們分享 其實這台車齁 有很多的那個跟貴松一樣好朋友 貴松都是中古車行委託我們呢 把它做避震器的改裝 還有賓士S系列齁 他的懸吊系統啊 都是氣壓式的 那氣壓式的懸吊系統齁 包含了E-Class的W21 E55 或者是維根的系統 都有很多都是用那個氣壓的懸吊系統 那他氣壓的懸吊系統齁 維修起來費用啊 相對是比較高的 所以很多都會把它廢除 把它改成那個傳統式的這種的避震系統 所以他的耐用度啊齁 跟價格齁就會合理很多 所以其實很多的中古車行呢 都委託我們把它改成像這樣的形式 這個是後面的上座 後面編序 就這樣的形式呢 維修上的價錢呢齁 會比較合理一些 我們KD本身就是工廠啦 所以你有日後用了三五年之後 覺得主名有裂貨啊齁 要做班修的動作齁 找我們工廠就很直接齁 不會說售後服務 找不到工廠可以幫你做這些後續的工作 這個是把它改成傳統式呢 最理想的地方 當然齁像這樣的懸吊系統呢 價格啦齁 還有功能性呢 是最大的優勢喔 唯一的小缺點呢 就是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老實說 它的舒適感 乘坐上面齁的舒適感呢 呃還是會比一般的 像這種的懸吊系統呢 還要來的好一些 這個是唯一的小小缺點 好OK 那今天的FATEM的 呃 安裝的直播分享齁 就大概到這裡簡單告一段落 那相關的一些KT的用料齁 還有一些裡面的屬靈友之類的話齁 有興趣的話 再到我們的KT粉絲團上面呢 呃 觀看我們都會 每天晚上七點都會做定時的安裝分享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